尊敬的魏老師 林老師 李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好 正如我們的詩宜所說 我在二十年前在馬來西亞就聽說過長生學 但是當時也沒有在意 所以也就沒有去多管 今年二月份 我妹妹的一個同學 從馬來西亞冰城發來報名表格給我 我就說 好啦 我就帶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說我去報名啦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一向來身體很好 蠻不錯的 但是這幾年來 就好像有點走下波 所以我就說我去試一試吧 那麼 所以今天二月份我就報名 四月份參加這個出動班 我第一個最大的要求就是我的肝炎症 我從二零一四年 動過白內障手續以後 就是我的左眼 右眼沒問題 就是我的左眼有肝炎症 那麼每天早上 尤其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眼睛幾乎睜不開 那麼就要點也要水 一天點三次 四次都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那麼今年我四月十五號上課 上了兩天課 十五十六 十七號早上我起來的時候 誒 我的眼睛好像沒問題啦 我的眼睛很舒服 所以我從四月十七號那一天開始 我就沒有再點眼藥水 一直到今天 偶爾我還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我的左眼 那麼我就自己調理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給我一個最大的鼓勵 那麼還有一點呢就是 剛才我所說 我從我一路來身體都蠻不錯 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多年 從來沒有經過醫院 有就是偶爾傷風感冒 但是兩年前2021年 我開始就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手腳沒有力 我就認為說 因為當時是在疫情之下嘛 要看醫生也不容易 所以我也就不管了 到了四月底 有一天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涼一涼我的血壓 兩百上壓兩百下壓一百 我向來沒有高血壓的 所以我就立刻叫了救護車 到急診室 救護車來的時候就問我 你通常去哪一間醫院啊 我說我從來沒去過醫院 他都很驚奇 他說你在這邊住了三十多年 你沒去過醫院 我說我沒去過醫院 所以他就載了我去 Grace Hospital 那麼去了Grace Hospital 他們跟我宴起啦什麼的 就說我要留意一晚 留意一晚 我們還有一些要檢查 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話 我們就要找一個心臟專家來看你 那麼當晚我就留在醫院咯 那麼第二天早上他們就來告訴我 9點有一位心臟醫生會來看你 那麼心臟醫生來看了我以後說 看你現在情形是沒什麼問題啊 說你可以回家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明天早上再來做一個stress test 好啦我就明天早上再去做一個stress test 他stress test做了也說 沒問題啊 你一切都很好啊 那麼我就問他 我說這樣為什麼我的血壓 血壓會突然間飆升到200度 那時候他跟我check的時候 我的血壓是超過140 他說我也不知道 那麼然後他就說 為了安全起見 兩個月以後你再來看我 我說好啦 但是我回到家裡 隔一天我的血壓又升高了180 那麼我又再去急診室 那麼急診室也是照樣的做一些測試 然後說都沒問題啊 你就再去聯絡你的那個心臟醫生吧 我再聯絡心臟醫生 心臟醫生又在跟我做了 所以總共做了好多好多的心臟測試 都說我沒問題 所以但是我本身呢 就覺得很每天都很不舒服 手腳沒有力 做起事情來一下子就很累 所以從那時候一直到今年四月份 我都是這樣 我有去看中醫 多少有一點點的幫助 但是不但 那麼今年四月份我參加了長生學 我參加長生學 第二天我就覺得我的眼 第三天我就覺得我的眼睛好了很多了 那麼再過了兩天三天 我覺得欸我現在好像不疲倦了 我晚上因為長生學上課兩天是下午 然後其他四天是晚上 那麼晚上我來上課了回去也很好睡 隔天早上起來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都不覺得疲倦 所以我覺得長生學真的是幫到我 那麼當時我們的李老師就說 如果你們要參加高級班的話 就要做六十個小時的義工 所以我上完初中班 我就立刻報應每個星期 我來做六個小時的義工 那麼希望能夠上這個高級班 那麼真的很榮幸給我做滿了六十個小時 那麼同時我有時候也做一個小時被調整 那麼我是覺得對我幫助很大很大 那麼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呢 我們真的是要親身去體會才會覺得 那麼現在我血壓都是在一百三十七十 下壓七十左右 每天我都有量都是很好 覺得很舒服 那麼最後呢我就要再借這個機會 感恩魏老師 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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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辭勞苦的 尤其是為老師和林老師千里迢迢的來到這裡 教導我們 那麼我希望 我也希望我們能夠 不繼續發揚這個長生學下去 謝謝 很好很好謝謝 謝謝 謝謝